在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我是凯明 今天是7月20日 2015年星期五 今天我们有看到一个好消息 在昨天凌晨12点 美国的NASA宇航局就宣布 他们发现了 第一次发现了可以肯定的一个地球的软身兄弟 可以说是第二个地球 疑似地球的一颗恒星 但是这不是一颗,是一群 它不是在太阳系,而是在太阳系外的一个宇宙系发现的 这一群一共是有4661个疑似外行星的目标 其中就有1028个目标已经得到确认 他们的质量以及他们的重量和地球有些相似 但是现在我们并不能够确定 那一系列的星球上是不是可以供人类去生活 但是在整体上以太阳系的构造 或者是这个星球的 与那个恒星的距离这些东西 都是与地球比较相似的 所以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接近地球的一个星星 就是它的构造最接近地球 那么这个星球呢 它距离地球是1400光年的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发现了第二颗星球 第二颗跟地球类似的星球 但是其实我们短期内 或者说我们可能在几千年以内都没有技术 可以到达这个地方 而且呢 这个行星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当地的这个恒星 当地的太阳是在 是在它的末期 这个太阳呢 是已经即将要消散了 是即将要死去的一个恒星 所以从这样的发现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星系里面的一个状况 可以看得到地球以后 如果世界末日 比如就是说 太阳在消失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情景 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科学的资讯 不过有希望是好的 它好过没有什么希望 至少人类可以去期望 可以去做研究 可以有一个未来的展望 也许人类不仅仅是可以依靠地球的 也可以依靠我们科研所研究出来 科研所发现的其他的一些星系 有这样展望的同时 就不代表我们可以浪费现在的星球 所以我们还是要展望未来 然后再珍惜现在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奥巴马 奥巴马最近要访问肯尼亚了 他是第一次用总统的身份去访问肯尼亚 在之前奥巴马呢 肯尼亚算是他的故乡 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人 那么也因为这个原因呢 所以奥巴马在肯尼亚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 就是当地的人都把奥巴马视为一个偶像 然后甚至有人以他孩子的名字 把孩子的名字取成奥巴马 并也相信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以改变这些孩子的未来 让这些孩子有改变世界的能力 也许是这样子的 但是今天为了欢迎奥巴马 因为奥巴马要到肯尼亚了嘛 然后很多的居民在欢迎奥巴马的到来 那么有一些画像就出现在一些公共的场合里面 包括奥巴马和肯尼亚的 现在现任的总统肯尼亚塔的画像 就出在一幅画面里面 这个画家也是挺别有心意的 在画这个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的时候呢 他的肤色就比较深一点 那么在画奥巴马的脸像的时候呢 奥巴马就比较白一点 像巧克力颜色 我不知道这个画像当时画两个人的皮肤的颜色的时候 内心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在美国确实有这样 过去在种族黑人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阶段过程当中呢 确确实实就是白人和黑人生下的宝宝 他就是巧克力色 这种人生下的巧克力色的宝宝呢 他们都比皮肤特别特别黑的 这种黑人的阶级地位要高一点了 所以这个画像不免 当中还有有趣的一个点 在两个人中间画了一个和平哥白色的 然后有一个路人就摸着这个和平哥白色的和平哥 所以有时候还会感觉到 其实白还是比较高尚和美丽的 这个是大家固有的一个看法吧 毕竟光就是好的 黑暗就是不好的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的确是很难改变的东西 毕竟是几千万年以来 甚至是更加久远 就是当人们发明火之后 就会讨厌黑暗了 这是人类本来就有的一种习性吧 毕竟这是生存的本能 但是没有黑暗也不行啊 我们要睡觉的 如果每天都是大白天的 有阳光的话 我们怎么休息呢 所以我们的社会还是 我们的世界和大自然 还是很平均和公平的 为人类提供了一些 适合人类生活的一些作息时间 包括白天我们就要 包括黑天我们就要睡觉了 包括白天就供给人类去生活 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小的一些招牌 就是有一些店面呢 在肯尼亚这方面 有一些店面 他为了欢迎奥巴马的到来 就把奥巴马的一个形象 塑料板的形象 放在自己的门前来招揽生意了 然后奥巴马瞬间一变 就变成了一个招揽客了 或服务生了 所以如果是奥巴马亲自 自己亲眼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自己也感觉自己真的很神奇啊 一时间可以作为美国的总统 另外的一个时间 可以作为肯尼亚一个小店的服务生 甚至还有革形店 把他们剪出来的发型 称为奥巴马头 所以如果你去到这间店 你就会跟他说 我要奥巴马头 他就会剪一个奥巴马的发型给你 甚至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可能可见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型 在当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红的 发型也是很红的 它可以比上朝鲜的首 说从朝鲜的首领是金正恩 那个头型也是很酷的 但是其实这次奥巴马来到肯尼亚 他其实也许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 也说不准 因为之前 记得没错的话 肯尼亚有一个年轻人 特别喜欢奥巴马的女儿 然后这次奥巴马过来 不知道把他家人带来没有 如果真带来的话 可以顺便的相向女婿 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这绝对是他们的头号粉丝 是 然后这个人对奥巴马的女儿 是情有都中的 然后不过有另外的一部分人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就是 你肯尼亚是 你是什么阶级 什么层次 你能够取到奥巴马的千金吗 你想攀高枝吗 不要做黑人做梦了 不要黑人梦了 然后但是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相信部分民众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也许这个想法 不仅仅是少数的民众 也许大部分的民众 都会这么去想 然后但是呢 如果是听到 肯尼亚民众的心里 就是不太有对滋味了 也许肯尼亚的民众 就感觉到很伤心 因为什么呢 肯尼亚的民众 在奥巴马来之前 他们很赞美他 又爱戴他 又把奥巴马的形象 画成一个王子 特别美丽和漂亮 但是 但是竟然 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哼人 不要做梦了 不要攀高枝了 这对于 肯尼亚的民众来说 务必是一种伤心的事情 这样说 其实的确很伤人 但是其实 也没有必要那么悲观 毕竟有很多很多 历史上 有很多厉害的人物 都是因为展望到后 他们一个 向往的一个人物 然后再从这个人物呢 得到了启发 才会有一些很成功的经历 那么如果你有 如果一群人 对一个成功人 有这样子的赞扬的话 其实也未必不是好事 而且你也很难说 即使贫困什么东西 但是机遇是很难说的嘛 所以每个人都 虽然说我们这社会 是很不公平的现实的 但是还是 哪怕有百万分之一 我也想当那种 百万分之一的那个人 但是这会让 百万分之九十九的 民众失望 他只让百万分之一的人 一个人幸福 而使百万之九十九的人 处于一种失望的状态 难道这种社会现实 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 似乎也是不能够太接受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话 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也许这个百万分之一的人 得到之后呢 这九十九八十的人 也跟着一起升天 所以你看 如果现在的一个情形 奥巴马一个人升天了 他是不是可以带动 肯尼亚苏州的民众升天呢 也是一个疑问 首先他得考虑 美国民众的感受嘛 所以说也就是 还有另外的一部分 就是说兄弟啊 看轻点现实吧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 敬畏分明的社会 是黑白分明的社会 说到现实啊 这个奥巴马访问肯尼亚 就面对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肯尼亚航空公司呢 就在日前一不小心的 公开了空军一号 就是奥巴马 他们乘坐这辆飞机的抵达时间 所以这样的做法 可能会造成恐怖袭击 有充分的准备 可以去袭击这个空军一号 那么就是造成奥巴马访问肯尼亚 这个行程呢 就出现了一些威胁 所以奥巴马要小心了 所以这样的做法 会不会造成奥巴马改换时间 或者什么呢 这个应该不会出现 但是还是令人捏了一把人汗 对 所以我们从恐怖袭击呢 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边的恐怖袭击是挪威 挪威在2011年7月22日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恐怖袭击案 有枪手就跑到了学生的下令营 就是一个营会里面 然后去大屠杀 造成了77人的死亡 而在四年后的今天呢 就有挪威就有开设博物馆 就是展览这个凶手在身前 或者凶手就是曾经用过的一些物品 还有当时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样的做法就引起有些人的不满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感觉很像是在歌颂这一个杀手啊 那么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引起大家 就是可能以后有人觉得 哇我做了这件事情 结果还有一个博物馆是为了我而设的 那我是不是很光荣的感觉 有的命中就这么说的 你要开这个博物馆 给杀了77个人的这一位枪手 他叫布雷维克 那就相当于美国 为已故的恐怖大亨 奥萨玛设立雕像一般 不感受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的人还有另外的一种感受 就是这个恐怖袭击 就像是我们之前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战的时候 有部分的国家会设立第二次世界大世界 第二次世界战争的一些博物馆 包括描述过去的德国希特勒的一些战争行径 也包括日本的一些战争行径 以警示后人要借助这段历史 避免历史重演 这也是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 看不同的人也许感受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问题 我们会延伸出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博物馆 展览馆 纪念馆 这些馆的作用是什么 这些馆的作用应该是要提醒 它是一个你让你 毕竟我们说的是 如果你知道历史 那么你就知道未来应该如何走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的是 人们都虽然知道了历史 但是还是重复的同样的一个错误 似乎几千年来 人类都没有改变这方面的东西 而且很有可能会因为有历史这样的东西 我宁可不当英雄当小熊 只为了在历史上面留一撇 这样的一个想法 历史说起来还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历史它说起来 它是一个时间段 一场战争之后 胜利者的历史 它从来记载历史的时候 它都是胜利者的历史 它从来不是失败者的历史 你就拿中国来说 中国之前它有两个党派 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是国民党 然后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了 那么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就是它的历史描述是怎样的呢 都是胜利者的历史 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胜利的历史 它会把国民党描述得很邪恶 很豪华 很富裕 不体贴民情 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如果你在去台湾的小学的课本 或历史课本去看看 也许台湾的课本和教育课本 教育历史 他们也是以国民党的一种意识来在教育本身台湾的子民 所以历史它是具有偏见性 我们留下来的历史都是具有偏见性的 在这个偏见性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何去平衡 还是要看自己要多读书 多读历史 多读不同面的一个历史 才能真正看清一个历史的多棱角 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看了多面的历史 也未必可以看清到这样的东西 可能我们可以从这双方的中间得到一个平衡 至少也许 其实人类它也不是圣人 我们至少可以追求最接近历史的那个点 去看历史 那么这是挪威的恐袭事件 所以我们现在去到的是美国 美国之前有一个事情就是白人青年 白人青年他就在跑去了一个黑人的教堂 结果就在那里枪杀了九个黑人 然后这个事情震惊了很多人 毕竟这个白人他去枪杀这些黑人 很单纯的只是因为仇恨 仇恨黑人 就是种族歧视 所以在经过判决之后 法庭是判决 他是控告他谋杀 还有企图谋杀罪 然后还有是一个叫仇恨罪 如果罪成的话是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是死刑 对 那么他的司法部的部长林奇 他也形容 他说鲁夫呢 是个种族主义动机下犯案的 属于本土的恐怖主义的罪行 因此呢 他将会面临终身的监禁或者是死刑 但是案件的定调是以仇恨罪来控告白人青年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奥赛马 刚才说的奥赛马 奥赛马他在现场就被击毙了 然后这个情形 如果他不被击毙的话 是不是也以仇恨罪来定调呢 还是以恐怖行径来定调呢 也是一个疑问 其实人的生命存在都是很重要的 无论你是白人也好 无论你是黑人也好 然后但是无论你是信仰 基督教的也好 信用自由民主意识的也好 信仰 伊斯兰教的也好 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 是可贵的 在这个情形下 林奇他也表示了 表示说是否判这个青年死刑呢 林奇声称说要与死者家属商讨 才能够最后做结局 是不是把他判死刑 其实我们很尊重 也很敬奏 就是无论是美国社会 社会还是欧洲社会对于这个人 人权生命的一种保护 就是一个人生命存在这个世界上 它是无比的珍贵的存在 那么如果一个人要死刑 他也需要有各方面的一个 一个协调或各方面的一个理由 来来来做最后的判定 就像之前我们所说 这个挪威的青年杀了77个人 然后这77个人的家长 至今还没有恢复失去子女的痛苦 但是这个学生这个青年 还是依然得到了学校 一些大学大学录取通知书 所以这是一种西方世界 他的民主人权意识 已经到达了一个程度 这样去做 但是我们同样也期望 这样子的事情 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青年身上 也不仅仅是发生在挪威青年身上 同样的 它是不是也可以发生在 中东国家的身上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 应该拥有更多的中文法律译本 让更多华语掌握法律知识 提升国家议程的参与意识 和参与能力 您好 我是法律翻译工作者黄世春 您正在收听的是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凯铭 最高教我是颜颜 美国最近 最近有出现了一个妙招 就是猪鸡 诶 怎么说猪鸡咧 就是你把你的母鸡租出去 然后这个母鸡呢 可能你可以租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在几个月里面的时间呢 这个母鸡就会不停地下蛋 所以你可以从中获取那些蛋 如果在这个几个月完之后 如果你喜欢这只鸡 你可以把这只鸡买下来 所以这样一个做法 其实还真是很厉害 我们平时说的 我们要买有机蛋 但是你去到市面上 你也不知道这有机蛋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现在这母鸡在你面前生出来的蛋 那真的是非常的有机 是有机蛋 好冷啊 这笑话 母鸡下蛋 其实要挣钱的话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但是如果公鸡下蛋的话 也许部分人就会想象不出来了 如果大家真的想挣钱的话呢 就有一些科学研究 使公鸡也能够下蛋 这样子的话呢 雇主也就更能够增加一份收入了 不仅仅我可以母鸡能够出租 公鸡也能够出租 出去下蛋局 但是公鸡本身 公鸡内心是很矛盾的 你说如果我能够下蛋的话 大公鸡怎么看 鸭子怎么看 一些鹅鹅鹅怎么看 还有一些曾经跟我交往过的小母鸡 它们怎么看我呢 其实小母鸡它也是很公正的在看待公鸡的 然后怎么很公正 或者会有一些内心的埋怨了 就是我的生意让你给我抢去了 然后但是公鸡也没有办法 公鸡会说 他会自己做一个广告 就说我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但是说真的 如果公鸡真的下蛋的话 有多少人敢吃 感觉就很可怕吧 这是精品啊 吃一个也许会长生不老 也说不准了 现在这广告这么流行 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攻鸡生的鸡蛋更健康 这样就可能很多人买了 是吧 是 这还是蛮可怕的 但是鸡蛋不鸡蛋的事情 我们先 比较轻松 我们就比较严肃一点 现在是中国 中国之前有一个军事演习 在这军事演习的过程中 就是台湾有媒体就发现到 这个军事演习 所进攻的一个 一个屋子 一个建筑物啊 整个的长相呢 是非常像台湾的总统府的 就是他们之间的相似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就怀疑 这个军事演习 是不是在模拟呢 大陆要去攻打台湾的 一个演习呢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大陆已经在演习 如果台没有办法拿下台湾的话 就要硬实力去 用武力去解决台湾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方面的报道 昨天给大家报道了 但是中国这方面说 台湾是自作多情 他也只能是这么说 中国也只能是这么说 如果说中国要换另外的一种说法 难道我们不是自作多情 我们是来真的 那来真的两个地 对于中国的外交 对于中国来自外交的压力 和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将会跌落到顶点 跌落到底点了 这就和男女关系是一个样子的 其实这就是外交辞令 你说中国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其实它是有意的 就是报道出来让你看 但是我不能够说 我承认这是有意的 我肯定是说 这是台湾自作多情 它就像是男女关系一样 如果今天一个女朋友和男朋友 在一起 男朋友看到了一个特别帅的帅哥 比他的男朋友还要帅 然后他在他男朋友面前 需要去夸奖一下这个帅哥 哦今天我刚才看那个帅哥好帅啊 他男朋友肯定会不高兴 然后你不能说 你真的喜欢那个帅哥什么 因为毕竟在你男朋友面前 所以你只能再说一句 哦在我心目当中 其实你比他更帅哦 嗯是没有错 但是其实中国也 呃不需要硬实力去解决台湾 毕竟他们在经济上面的问题 已经可以慢慢的蚕食掉台湾了 硬实力可能算是非常非常 靠后的一个手段 这个做出来也只是一个做法 就把一个给你看 我们有这样子的实力 或者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其实真的需要用到军事 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吗 好像应该也不需要吧 对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最终我们也不知道 中国是不是需要用硬实力 解决台湾的问题 如果到最后迫不得已的话 这是最后一招 也不可能避免说 中国一定不会使用武力 这个底线问题 所以需要看政治情况 到演变到哪一个情况之下 中国会采取不同的一个方式 不过现在来说 他只是说 呃让台湾领导总统 我竞选总统的两个女主角 警惕一些 一定要承认九二共识 一定要不要搞台独 如果要搞台独的话呢 那么中国的飞机大炮 就在这等着看着呢 那么中国呢 就在台湾面前亮刀子嘛 那么现在美国呢 就在中国背后捅刀子 在另外一边呢 呃中国就有报导就说 呃应该说是英国 英国的报导就披露说呢 在美国的中情局CIA 就锁定了澳门的一些赌场 然后通过这些赌场呢 去诱补一些中国的高官 就是这些中国高官 如果他在这个赌场里面赌博啊 或者什么东西 如果他输了太多 或者欠了一大堆债 那么这些CIA能够通过 这样的一个把柄 去控制这些中国高官的 的作为 或者是一些事情 让他们变成内部的间谍 其中的东网市的一名43岁的镇长 他叫做李维明 呃他就呃被审判了 审判的时候呢呃 先说一下他赌的数目吧 他赌的数目输掉了 9000万元人民币 就相当于5515万 1150令吉 哦他们家资产有多少哎 然后但是他说这个输掉的 并不是从他银行卡里打出去的 其实这跟东网市的一个镇 这个叫这个镇叫做 何唐下镇的集体企业 有密切的关系 换言之就是这个 何唐下镇的集体企业 为他出这些钱的 或者有可能呢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不过呢他在审判时候 他也是吐出了自己赌博心态的心情 很感觉无辜的样子 呃他说 一步一步的 因为赌 赌了之后想赢 赢钱又想去赌 输了又想去追回来 这样子的心态 输了之后肯定是想去赌 想去赌的话 肯定要拿钱去赌 这个其实也不止他的心态吧 应该说是每一个赌徒的心态 有哪一个赌徒不是因为这样子想 也有哪里一个赌徒不是因为这样子想 而申拜明头是倾家荡产的 但是这个消息是从英国卫报报道出来的 但是这个消息的报道没有任何的证据 或证明说明这个事件是事实 呃 但是他会有言有版的说是据北京的知情人士 然后去北京的调查员 据澳门的一些关键的人物说了这样子的事 但是现在这样子是没有得到美国这些一般 就是CIA部门还有他的联邦调查局 呃 FBI部门这些人员的认同和认可 认为这样子报道是属 纯属于炒作 不存在事实的事实 这个也不能 你跟刚刚的情况一样 就是像中国说台湾自作多情 那么美国你也总不能说 哎我真做了这件事吧 当然要否认啊 所以有部分人就会说这是阴谋落 或者是说美国的FBI 或者美国的CIA就会说这是阴谋落 你们故意要挑起美国和中国的事端 才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评论 呃 但是究竟是不是阴谋论了 我们之前也说 呃 有很多阴谋论存在 就是没有事实 没有事实报道的一些揣测性的说法 都感觉像是阴谋论 你包括之前911爆炸的时候 呃 说说是就是奥巴马 测动的911的这个世贸大厦的一个倒塌 创极倒塌 但另外的一个阴谋论的说法 是小布什早就知道了这场事件 而且是他精心策划的 而且是这两个楼下边都已经安装了炸药 呃 同时呢 还有呃 在之前911事件发生之前 内部的只要是犹太人的员工都逃脱了这场浩劫 所以这也是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不知道是真是假了哈 但是阴谋论他有一些东西他是没有无风不起浪的呃就是阴谋论他如果是对有钱有权的这个阶层来说他某种程度上不能说全部哈他有一半的或一小部分的程度上是自我保护的一种论书 嗯 那么如果是阴谋论对那些知情者来说爆料出来的人来说呢 他们就是呃是那种没有权也没有钱的阶层反抗权贵阶层无力的员员 不过即使是这样所以说起来应该说呃 呃这些阴谋论哦 虽然说他是阴谋论就是说没有一个根据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感觉 但是很多时候里面是真是假或者是里面的可靠性到底有多高 还是要看我们自己的判断能力到哪里 大家好马来西亚语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我是马青自家区宣传委员张又全 我们一起守住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我是开鸣 最高大我是盐盐 首先呢 喂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终于回复了纳吉的律师信 就是上一次纳吉的律师信里面就提到说 要华尔街表明立场 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指控纳吉拿了这些钱 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一次的回答呢 是说报导已经说明答案 或者说他的原话是 在你纳吉代表律师在你的信中 你要求确认我们在两篇报导中立即立场 就是两篇报导中的立场 那么客户就是报导是不是你滥用了一码公司 接近七亿美元的款项 我们相信你的要求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报导以及评论已经表达了立场 就是这样子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们的报导已经表达了立场 似乎这样子一个回答 也没有回答出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说你看报导 你看到有就有人 看到没有就没有 这样的说法 那么已经 因为该报已经表达了立场 同时呢 他还有一些随机的 就有一些还其余的话语 这些其余的话语呢 他也说了 他解释了两篇文章的差异 他说了7月2号的这一篇呢 是新闻报导 是根据事实的报导 而7月6日的这一篇是评论性的报导 即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实 做出的评论 这句话是在交纳及怎样分辨 什么是新闻报导 什么是评论性报导了 然后另外的一个谈说 因此很明显的 该新闻报导是一个针对 当前事件的公平届正确的报导 而该评论则是针对那些事实 做出的合理评论 任何其他的意见 都是错误及没有根据的 同时他最后还说 如果你想采取行动 如果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会在马来西亚委派合适的律师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回答 到底会让纳及采取怎样的一个行动呢 他在律师法律上 应该要怎样去处理呢 这个的确是纳局他们的律师团需要伤脑筋的东西 那这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在另外一边我们的特工队也是采取了行动 但是发现人不在国内 而这两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刘特佐跟聂飞沙 就是之前传闻 他们有通过一马公司 而骗取了一个巨大的资金 到进入他们自己的私人户口 所以特工队传召这两个人 但是发现这两个人其实已经不在国内了 是三个人 包括不好留特佐 三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 所以这三个人不在国内 就没有办法去测查这个东西 人们不禁要问一下 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国内了 为什么之前在这样大的事情发生 里面已经有传闻 或者说已经有一些指向 是证明这些人是涉及这方面的事情 而这些人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现在当要查的时候 人已经在国外了 首先刘特佐他本来就在国外的 他没有在国内的时候 然后这也是调查部门和本人的一种 不知道那不是怎样的一个事情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评论的 然后但是说华尔街日报 发出了这个回信之后 确实好像似乎那集是有点尴尬 有点丢人 丢脸 就是这个报道 本身报道就说明了一个事实 你还去律师信去问 你们的报道立场是什么 然后让人回过信来之后说 也许那你不明白什么是新闻报道 什么是评论 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作为 作一箱解释 这个回过信来的这个信的内容 更让人感觉到很汗颜的 然后但是 但是今天说这三名人士啊 他目前都是在国外 一名说是在印尼 另外一名不知道踪迹了 然后刘特索是在香港 好像似乎是这样子的 但是现在警方他不仅仅 传召了这几个 SRC国际公司的三个关键人物 因为这三个关键人物是 一马发展公司旗下的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SRC国际公司 还有另外的一家公司 这几家公司呢 刚才所说的这个总裁是聂飞沙 另外的一个董事是苏博雅欣 另外的一个跟一马公司 关系比较密切的呢 就是富豪刘特佐 三个人 现在特工队没有办法去传召 结果会是采取怎样的一种行动呢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同时呢 警方呢 还是传召了这个AGE 出版人何启良问话了 大家不妨呢 就会想 为什么要传召何启良问话呢 何启良之前 他说他收到了很多的电子邮件 这个电子邮件能够证实 1MDB确实涉及了数十亿令吉的骗局 而且他把这些录音带录像带 还有硬盘都给了国家银行了 在给了国家银行之后呢 警察就传召何启良问话了 我们再问 为什么要传召何启良问话 原因是什么 然后之前我们说的黑名单的问题 黑名单的问题 还有几个人在黑名单上 包括潘建伟 他也是在黑名单上 现在潘建伟也是连同他的律师 还有林吉祥 林伯伯 还有他的律师 包括几名律师了 包括林立盈 然后还有歌冰心 都在向移民局询问 我限制我不能够出境的原因是什么 也是一个问号 现在问号确实是挺多的 因为官方不给我们答案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潘建伟不能够出境 究竟为什么要传召何启良问话 官方都没有给予答案 等等的事情发生之后 还有另外的一个疑问 就是因为整个事件当中 包括说有几笔巨额的款项 汇入了疑似那几的账户 这件事情本身的调查 可以有几个方面的调查 包括首先是华尔街日报的 报道是不是准确的 然后包括双方 双方是哪双方呢 一个是纳吉本身本人 另外的一个是谁汇入的 这也是需要调查的一个报道 所以现在不仅仅我们要调查公司 就是包括一马发展公司旗下的三个关键人物 同时这个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是纳吉 不管如何怎么说 就是一系列的动作做下来 发现似乎只要是攻击到纳吉 或者是对纳吉有负面的报道的评论 或者是这些事情的人物 都很有效率 很快的就被扣留起来 或者进行资金和什么东西 但是相反的 在YDB方面这些测诧呢 感觉非常的缓慢 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线索 然后又说他不合作 又说找不到线索呢 现在这些重要人物都已经出国了 或者抓不到 也没有什么人扣留 目前只听下来 好像只有一个华人公司的这个董事被扣留 而且还不是YDB的人 所以感觉大家就会 就是当然就会出现 这样的这些做法就会出现 那种声音就是说 你双重标准什么的这些想法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猜测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他对于这些人物调查很缓慢 对于另外一部分的人调查很快速 我们只是一种猜测 但是我们要回归整个事件的一个本质 要救世论事 不能够救人论事 也不能够救政府论事 也不能够救反对党论事 也不能够救一马发展公司论事 是整个事实的根本和真相是什么 在这个事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事人是谁是纳吉 所以警方是有理由 或者是有这个责任去传召纳吉的 如果你一直不传召的话 会让人感受到警方办案是怎么办案的 所以呢 警方说警方 警总长呢 就远赴泰国去争取 向西维尔录贡 西维尔是谁呢 西维尔就是之前说 沙地 沙地国际食油公司里面的一个 之前的高层 然后这个人呢 就据传是泄露了一些公司的机密 而且在这些机密公布出来之后 是对YNDB不利的 但是据说这些机密呢 也是经过篡改之后才报道出来的 而泰国 这警方呢 就现在就会去到泰国去了解 协助了解 或者是去录一些口供 去了解整件事情的发生是怎样 或者是一些证据 再询问西维尔 然后但是 卡丽去了泰国 泰国这方面给出了一个声音 泰国这方面的主要 去跟卡丽见面的 这位泰国的人士 他叫做玉 玉宋 还是宋玉 宋玉 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 宋玉就说了 其实这个 佐斯托 他一呢 他不是在大马方案 第二呢 他不是大马公民 所以呢 大马的这个要求 我们也许很难答应 因为毕竟 佐斯托 他是瑞士籍的瑞士人 这是泰方给予的一个回答 我们在想 为什么 卡丽要要求西维尔去问话 也许不免会有几个 问话的缘由 第一个呢 大家在说 卡丽托 他透露了沙地国际石油公司的一些机密 但是同时呢 他也 我们这方面也在怀疑 这个卡丽托 是不是向沙拉越报告提供了一些情报 然后这个情报呢 我们的官方媒体 是说这个情报有百分之多少 多少是杜撰的 我们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真的杜撰 同时这个 卡丽托呢 根据现人说了 也许这个 卡丽托会 暗地里见了几个人 一个人呢 是反对党的一个人 然后一个人呢 是巫统的领袖 不免会让人想到 卡丽这次想盘问卡丽托的原由是什么 也许想问一下这个巫统的领袖是谁 也许想问一下这个反对党的人是谁 也许会 会含有其他的一些盘问的一些原由和理由吧 不过这个案件里边 错综复杂的事情 确确实实 会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且还跟不来啊 就太多事情在各方面的发生 也不知道哪个方向才是对 哪个方向才是错的 所以我们去到了 现在来看到是消费税 消费税呢 就是前两个月的消费税 已经有64%的镜像 镜像税已经是退还的 总共是11亿200万令吉的镜像税 是还给了商家 那之前就出现了 就是这些有些税收退还 还来不及 造成剩下很难周转的这些问题 所以现在64%退还 似乎也还没有完全 就是还有一个36% 经济税需要去退还 毕竟他们说 相信一个月之内 这剩下36%就会开始解决 60几% 刚才说的是60几% 64% 64% 得已经退还给商家了 但是今天财政部的副部长 蔡志勇呢 他就解释了 他说延迟退 延迟回退镜像税的原因 包括几个方面 这几个方面是 关税局是在一家公司 镜像税退款额积累到 超过500令吉的时候 才会处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是商家添写的消费税的表格 和数据和资料是有误的 第三个原因呢 是银行户头的号码 也是有误的 所以就导致了 现在延迟退款的 这么一个现象的出现 但是他还会 他保证的说 另外的36%的 锁回的镜像税的申请 预料能在一个月内解决 肯定现在会存在 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就是部分的商家 纷纷的投诉 迟迟的无法锁回镜像税 但是同时报章又报道 就是给了你一个巴掌 但同时再给你一个填枣池 其实头一段是给你一个巴掌 然后最后再后一段 给你一个填枣池 是说 但是五月份和六月份 承报消费税的商家关税 已经退还了60%了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 也有这样子的原因的解释 就看大家接不接受了 无论如何在这方面的确是需要非常快的一些解决 毕竟商家之间的周转 这些东西都不是开玩笑这些很庞大的数目呢 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运作 可能甚至会对我们国家这些经济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些事情还是要非常的去关注的 陈武 最近你好像不开心哦 有些事情啦 什么事情说给我听听吧 最近我是想换一个工作 可是已经投了好几份简历了 都没有回应 慢慢来吧 不要着急 你再多投几份等等看啊 有时候越着急 机会就越不易来哦 等你心平气和时 内心有得良人的储备 即使你不求 机会也会自动找到你的 你要什么 不是你要就一定有 对不对 但是你要什么的后面 你有没有去耕耘 在这个库房里面 是丰富的 不要被外境所动 要继续的精进不懈 这个才会开发结果 对不对 因为谁也不知道 你究竟有多大的得知良苦